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今天举办 113年度GEO营业人员表扬活动 既企业诚信治理交流座谈 其中选出16家GEO营业人 表扬这群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及积极配合政策使用电子发票的相关公司店家 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分局长陈静文也特别颁奖 感谢GEO人们这段时间对于后时国家财政的贡献 国税局板桥分局分局长陈静文表示 板桥分局是北区国税局营业人家数最多的分局 高达77652家 今年金财政部核定16家GEO营业人 其中5家为使用电子发票的GEO营业人 获奖几率仅万分之2.1 相当不容易 板桥分局我们狭属狭管只有5个乡镇 就是板桥 土城 树林 山峡 鹰哥 5个行政区域 那我们的工商家数总共有7万7千多家 那这次今年的获奖部分总共的核定家数 财政部核定我们是16家 那其中有11家是使用开立 城市开立发票的营业人 有5家是属于电子发票的GEO营业人 那整个获奖是16家 那整个在我们的获奖率只有万分之2.1 实际上它获奖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中家数位天空总经理徐雪林表示 城市缴税是每个营业人的纳税义务 数位天空从104年开始就直接推动电子发票 让客户可以直接上网查询 这样除了方便客户查询外 也是企业传达永续爱护环境理念的方式之一 很高兴这次能受到政府的肯定 期待未来能持续向前迈进 城市缴税是营业人的纳税义务 那比较特别是数位天空 从104年开始提供服务开始 我们就直接推动电子发票 把所有的这个每天的营收 以及这个发票直接上传到云端的平台 方便客户直接查询 那我觉得这个电子发票推动 对我们来说也是减碳爱地球 很重要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 我们的这个积极作为 有得到政府的重视 那非常高兴今天来这边接受表扬 北区国税局板销分局特别指出 获奖基优营业人三年内 将享受多项奖励待遇 包括可指定专人协助 解决或指导有关税务法令及实务等问题 或邀请参加租税宣导活动等 我们获奖的营业人 就是他在三年内会提供我们 就是国税局的专责的服务的 新班法令的一些的专人的服务 那我们也会邀请到 我们国税局如果有办理出税教育宣导活动的时候 会邀请他们来参加 这都是属于额外的部分 那比较实质的部分就是 他的如果是他的营利事业所得税 是如期申报的话 如果他没有经过人家检局 或者是有其他违章漏税情形的部分 他都是采书面审定 不会列选为我们的营利事业 或者营利事业所得税 或者是营业税的选案查合的一个对象 这是保障三年 这次活动会场特别邀请 新北地区会计师记账士 记账及报税代理人等税务专业人士 一起与获奖营业人交流分享 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表示 透过分享企业诚信治理及连政议题 强化全民反贪意识 落实法令遵循及提升检证辩明措施 希望达到公司部门彼此互相交流学习的目的 记者肖士红新北长报道